這麼多牛奶喔 不小心加太多了 我不要講 不要講 我跟你說啦 現在啊 我覺得我們要顛覆一點點 大家對料理啊 的一點點的基本錯誤知識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 資訊需要快速的年代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一些短視頻什麼 其實你會常常 雖然很快速的接收 但是其實你學不到它裡面的精髓 那我今天其實想要教大家的就是 法式吐司 那我們先來歡迎 我問你 對法式吐司啊 你了解度高嗎 我原油會做過 原油會 欸賣超好的 真的 不是我做的 我就問你要怎麼接 我有在那邊看 你有在那邊看 喔好 那我問 法式吐司 你們的做法是怎麼做 衣吐司啊 沾蛋液 那還有咧 沒的 就這樣子啊 奶油煎 它這個就是大家一般的做法 那等一下呢 我會請他做一次他們的做法 然後再做一次正確的做法 你就會知道它裡面的差別是 好來 我的步驟啊 我會先處理那個 蛋液的部分 因為我希望的是 它整塊吃起來 它有點像 外酥 內嫩 內Q軟 Q軟 所以呢 我會先煮一個醬 好 然後這個醬很簡單 牛奶 蛋白 然後再加入 鮮奶油 糖 然後肉桂粉 這時候加熱 這個加熱過程 最主要只是要讓它 糖融化 這時候我們就把火關了 因為我們沒有要它高溫 要不然等一下如果它高溫 一煮過之後 我們要等它冷卻 才能加入蛋液 要不然蛋容易熟 對 熟會熟掉 那如果你要在奶香味的話 再加一點點奶油進來 這樣就好了 我們放在旁邊 讓它冷卻 冷卻的同時呢 我們打個蛋 所以我打兩個蛋進來 我先把它打散 幫我一匙一匙慢慢加進來 好 好 停 基本上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就會做一個動作 浸泡它 然後讓它呢 整塊吸收這個蛋液 所以大概時間是大概5到10分鐘 就看你的吐司的厚度 那這個的好處是 你想想看它裡面吸滿的蛋液 跟裡面的香料的香氣 那你裡面吃起來 就會有點像類蛋糕 那接下來在等的時候 就換你來做你的 你的做法是什麼 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打蛋 加點牛奶 這麼多牛奶喔 不小心加太多了 我不要講 不用講嘛 你要加什麼 鹽 鹽來來來 一點點 可以了嗎 可以 倒下去 倒下去 哦好好好 沾啊 沾其實裡面這個盆就可以沾了 你變盆了 哦好我不管了 好 好 好 然後加奶油 然後呢 放下去啊 哦就這樣沾兩面 哦就放下去 就是這樣 好好好 這個其實真的是大家一般做的做法啦 就是這樣簡單快速 就是這樣而已 哦差不多就這樣對不對 對 啊 漂亮漂亮 看來 wir 來 我們用讚美 取代批評 好了 這個你要特寫 會不會太浪費記憶體 這個你特寫幹嘛 你這是要讚美嗎 對不對 不是アス 不rs 用力分量 沒有沒有沒有我只是口氣不太一樣 等一下後面是問號不是驚嘆號 好那就是你了嘛對不對 對 好那來看一下我的喔 我的蛋液有沒有已經吸進去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奶油放進來 但是記住溫度不能高 溫度不能高的原因是我們要讓裡面熟化 因為它裡面現在是蛋 那我泡過的吐司其實是非常非常軟的 慢慢的讓裡面熟了之後 我們等一下再用大火去把它表面煎炊 所以用兩段式的火候來處理這件事情 好現在分面喔 你接一摸就知道它非常軟Q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那時候我們會把油瀝掉 為什麼它瀝掉 因為它太油了 我們現在這個油是讓它吸它的香味 那其實它表面其實都是油脂的 那我們這時候再轉高溫其實它就會吹化 那我們在煎的時候其實你就可以開始拍盤 你要怎麼拍 說我嗎 這個態度不太對 抱歉 好像都會傷到它 我們可以做一個收尾了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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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糖漿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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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那個柔軟度 有沒有跟它差別 有沒有 那我們這邊就要開始提鍋了喔 我會先把一塊奶油放上來 它奶油油就會因為熱度融化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外表 其實原食材都一樣差不多 但是口感一定有差別 我們先來吃吃看那個群群的好了 喔 切起來也是軟的喔 因為它加了很多泡糖漿 來來來來來 給大家看一下切面 不要生氣啦 這麼用力擦拭要幹嘛啦 有沒有看到 它表面啊 就是白色的嘛 那因為它就只是沾過 好吃好吃 你看它吃得到麵包的口感 這就要什麼意思 沒有泡 其實它就真的是一般的法式吐司 大家在家裡面會做的 那我們來吃吃看我的做法 切面吃就不一樣啦 均勻的 均勻的蛋黃色 好啦 外酥類嫩 真的有 它真的是Q脸啦 我沒有酥 你沒有酥啊 我沒有酥 有啊你酥慘啊 我們兩個說得不準 來我們請一個 你吃它的 這它的 不難吃吧 YES 裡面這樣的蛋糕 所以它的問題會出現在哪裡 因為它是一般的麵包 所以它裡面其實還是麵粉為主 那像這種吐司你沾了水分或是放軟之後 它直接接觸的時候它就會軟掉 好 那我的這好處是什麼 我裡面已經用蛋液 跟調過的香料去調之後 你讓它吸收了 那就像什麼 蛋糕 如果你今天要直接沾的話 你必須要裡面吸滿了蛋液 然後去用慢熟的 讓它裡面熟化 還不是用快煎喔 如果你今天快煎啊 你吃起來裡面還是一樣 是濕的吐司 因為裡面沒有熟 雖然大家看 就是只是煎而已 那其實如果你今天啊 用點心 也可以做出不一樣 更專業的法式吐司 喜歡的話 用點心 研究一下 它小小的細節 就可以做出不一樣的感覺 好不好 請這樣 拜 請吃 請 請 請